嘴角的一个手指头的一个距离是不可以操作的 而前的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 两个手指头这样是地方是不可以操作的 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三角区域 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 我们避开不操作 然后额头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筋铭穴的这两条 这个地方不可以操作 然后脖子这一块 如果我们要做脖子的话 就是我们喉解这一条 然后不操作 然后其他部位的话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面部手法的一个颜色 就像我们会用到的探头 记录我们的四条级的探头 操作的时候我们要先做深层的探头 然后再做浅层的探头 操作之前的话呢 先清点面部 然后涂上凝胶 涂上凝胶 我们也可以再就是拿一个碗装的 然后弄那个光 把它均匀的抹平 这样均匀的给它抹平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操作 操作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是先做横线 这样子过来 一条一条的这样的横线去操作 操作完了以后 我们再束线往上走 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进行操作 然后另外的一只手的话呢 我们是以提着皮肤 轻轻的把皮肤往上提拉 然后去进行操作 操作的时候 下和线这条骨头的话呢 让我们不要去操 好 然后挨着挨着 一发一发 在轻轻操作 有能量吗 可以吧 好如果能量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手柄上面 去进行一个加减 应该可以吧 还可以再加 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加 加到就是顾客合适的一个能量位置 现在能有感觉吗 还可以再加 操作的时候的话 我们的探头要紧接皮肤的 是不要翘起来的 一定是贴的皮肤的 然后颧骨的地方的话 我们轻轻的这样子放上去 不要压得太紧就可以了 好 横着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是做束线的 以往合适的方法去进行操作 这个时候的话 束的走的时候 我们探头可以不用拿起来 走的时候 距离总小一点 不要走得太远 好走完一条线了之后 那我们走第二条线 好 然后再走第三条线 好 那我们操作完了一遍 这样的话算一遍 那第二遍我们就又开始接着做第二遍 第二遍的话也是同样的方法 也是这样子横着这样子去走 一条一条线这样子 走完了以后 然后也是以 竖着的方式 这样子往上提拉的方式 然后这样子去走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看发速 打多少发 DELTA的话 每个探头 至少我们要达到就是200发的一个发速 整体的话 就是到400发到600发 这个的话看人群 如果说摔的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就要打多一点的发速 发速要打够 然后才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然后如果换3.0的探头 那如果我现在换3.0的探头的话 也是同样的 3.0的探头也是同样的 对 然后换3.0的探头的话 也是以同样的方法 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 好 那做3.0也是一样的 现在换到3.0也是同样的 从这里开始 然后一排一排的去做 先由深再到浅 然后做完了以后 也是同样的 网格式这样的地去操作 然后往上提 往上走 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法 然后来回 循环的去操作就可以了 达到我们的发速够了的情况下 就OK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炮头 炮头的操作 炮头的话 我们也是先用4.5的去进行操作 那操作炮头的时候的话 怎么操作呢 我们操作炮头的时候 我们是以这样子一条线 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 一条线这样子去进行一个操作 每个地方的话 保证都能够做到位为止 这样子做 做完了以后 也同样的方法 竖线 挨着挨着走 然后不要走得太远了 不要走得太远了 去进行操作 这个探头是搭配我们的脚踏去使用的 操作的时候 看头一定要贴实皮肤 不要翘起来了 断了一刻 让我们就可以速着去进行操作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操作了一遍的一个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 泡头的话 一般情况下 就是整两操作的话 是3000发到6000发 这个的话也是根据顾客的一个摔了情况 然后去增加他的发数和减少 我们同样的一个探头 至少要达到就是1500发到2000发 所以说他们加起来的话 至少要3000发到6000发的一个发数才可以 操作的话呢 就是一次循环 然后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面部的操作手法 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眼部的一个操作 我们看一下眼部的话呢 我们是要用到我们的刀头 是2.0的探头和1.5的探头 那我们做眼部的时候的话呢 就要把我们的探头 然后换下来 要换上我们的2.0和1.5的 我们操作的时候 要先做2.0的再做1.5的 额头的话也是同样的 我们做眼部的话 一般会带着额头 一起去进行一个操作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去进行一个操作 操作的眼部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轻轻的提着 我们的眼角这边的一个皮肤 然后操作的时候呢 就贴着我们的眼下面 眼皮下面这里 然后轻轻的放上去 然后一发 一发这样子去打就可以了 如果说眼带很严重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打的时候 可以从这里一发打两发这样子 打三发 然后从上面往下面打 都是可以的 打到这个位置的地方的话 我们不是三角区域是不可以操作的吗 那我们的探头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子竖着去操作 这样子竖着去打 这里打的话呢 可以打到一到两发的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操作上面的时候呢 这里眼皮这个地方也是同样可以的 因为有的人年纪大了之后 他这个眼皮是往下面掉的 那如果眼皮掉的话呢 我们同样的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额头上面 把他的皮肤拨起来 把眼球上面这里是不打的 只能就是说把这里的皮肤拨起来了之后 这里是有骨头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打 这个上面 然后一发一发的 然后打到一直到我们的额头发迹线这个位置 然后再来这样子 一排一排的这样子去进行操作 一直到我们的穿字纹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的一直走到我们的额头的另一边 然后走到额头 如果说是穿字纹抬头纹比较严重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多在这个地方去进行操作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往后面去打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要横着去操作 横着操作的话呢 从这个中间开始往两边去进行操作 然后也是同样的一排一排的这样子挨着去的 打到我们的眉尾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排 然后去进行操作 操作我们的眼睛和我们额头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询问顾客的感受 因为这个比较敏感 皮肤会比较敏感 我们不能把能量调的太强 打上去的话 它会有稍微有一点热刺的感觉就可以了 如果脸颊的话 承受力比较强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能量就会调高一些就可以 但是打上去一定要有热刺的感觉 这一边的话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样子往两边去进行一个操作 这个就是看头的 这个刀头的一个操作 那如果眼下纹比较明显的 细纹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稍稍的扒开一下 它的这个细纹 然后多做几遍 去进行一个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眼睛和额头的一个操作手法 这个是刀头的 那套头的话是怎么去操作呢 套头的话我们要换成我们的1.5 套头要换成我们的1.5 去进行操作我们的额头和我们的眼睛 那操作套头的时候的话呢 一样同样的是 先贴使皮肤 然后往我们的眼角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眼尾这个地方 然后再重新来走第二遍 第三遍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那我们就是从额头眉尾 一直到法制线的地方 以同样的方法 一条线一条线 这样子去进行操作 这个探头的话呢 它就是有热热的感觉 也会有刺刺的感觉 一定要在顾客接受的范围以内 然后后头同样的是往两边这样子去走 如果说我们抬头纹很深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多在抬头纹这个地方多做 多做就可以了 那眼下文也是一样的 如果眼纹细纹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再来回多做几遍 一直做到它的细纹淡化 就可以了 然后往上走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眼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额头的一个操作手法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脖子和下颗线的一个操作 脖子和下颗线 我们一般会用到的探头就是4.5和3.0的探头去进行操作 那我们这一条 这个喉解这一条是不去操作的 那我们先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先用深的4.5去进行一个操作 操作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探头是不要打到它的这一条下颗线的这条骨头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这里的肉好多人下巴这里都会长很多的脂肪有肉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是可以打的 但是这一条下面这条就不要去操作了 操作的时候我们探头是一发一发这样子啊挨着一发 然后这里全骨 这条下颗线骨头 然后压进去把脂肪往骨头里面压 然后一发 两发 三发好走到我们的耳朵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不要走的太过来了 不要打到它的动脉 然后打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回这里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这样子过来 然后这是我们的下颗线 那我们脖子的话呢 有的人是有那些紧纹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操作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的从我们的这个下颗线的骨头这里开始 然后一发一发这样子滑下去啊 一直滑到就是有紧纹在这里 脖子最下面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排也是同样的方法 第二排操作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不要打到这个弧极的这个地方啊 一直打到我们的下面就可以了操作啊 以来回的方式去进行操作 如果说它的这条紧纹是比较深的啊 那需要想站好这个紧纹的话呢 那我们探头还可以这样立起来啊 把紧纹拨开 然后这样子去进行一个操作啊 然后打到这个弧极的地方 然后就停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以循环的方式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是我们的泡头 我们泡头的话呢就是 同样的是用4.5 3.0的去进行操作啊 操作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下巴这里开始 这个地方是可以打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不打的 我们跟刚刚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是同样的贴着皮肤 贴着这个下颗线 然后一直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往下面这样子去滑动 滑到最下面 好然后停下来可以再重复 一直这样子以重复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操作 一般就是走三遍了之后 那我们就走往下走 然后挨着每一发往下面走 然后快到了我们就是这条中间 猴姐的地方 那我们就停下来 然后再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滑 滑到我们的下面 就可以了 然后走慢一点 然后我们再从这里 如果说这里肉肉比较多的啊 下颗下不清晰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多去操作几遍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泡指操的一个操作手法 谢谢大家